哈囉大家好 我是祥林 我今天又要給大家帶來我的那個極限生存實況的第18集了吧 終於是到了第18集了 我們趕快先進入遊戲吧 距離上一次也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了 上一次我們就是在這裡 然後看著我們的牛色以及我們的豬色 然後就結束了遊戲 身上有死產 死產來挖吧 然後我們今天這一集的目標呢 我想我先去探索一下地圖好了 地圖還是有很多地方都沒有走出來的 我們之前有往北邊去過 那現在就往西北邊去吧 我們還是這一集就往西北邊去吧 然後身上的東西很滿了 我們就先回去整理一下 整理完之後就可以出發了 切成一張祕密的紅紅包 將會增加進去 第二天都可以把它喝起 那天都還要喝起來 我覺得一定是會看到 在裡面就沒喝起來 如果我們現在已經喝起來 我還是要喝起來 要回啊 那天都沒喝起來 有一點點 現在就要喝起來 那天都會是能喝起來 有一點點 家人 正在那些店 好 結果說要整理背包 但是我去來打理農田了 結果現在天又黑了 先睡覺吧 睡醒之後就立刻整理背包 整理完之後就趕快出發去探索地圖吧 好 OK 整理完畢了 一張床還是把它帶在身上吧 然後我們就抓著地圖出發吧 往西邊去 OK 哇 要先過這一大片的水域啊 然後我們把西邊跟西北邊給它探索出來吧 看看能不能走一個四分之一的空間 把這張地圖 西北邊到四分之一把它探索出來 抓著地圖前進 其實地圖來說 之前都有稍微先探索過了 但是 這張地圖上面 都還是沒有標記出來嘛 所以 我們就趕快來把它標記一下 很多綿羊啊 唉唷 苦力怕 苦力怕 苦力怕先生 苦力怕先生 你怎麼會在這邊 來吧 來水裡 往那邊砍 哇 OK OK 走吧 很大片的水域啊 前面我好像看到的是南瓜耶 居然會在那種地方出現的南瓜 嗯 很多的斷崖絕壁啊 綿羊什麼的 綿羊什麼的 森林 哇 這邊怎麼會像這樣流下來一灘水 這下面是 哇 哇 天然峽谷 不過好像目前還沒有看到 這個 廢棄的礦坑啊 好危險的地形啊 綿羊應該不會就這樣摔下去吧 這個南瓜 好吧 就保持它 野生的狀態吧 吃個麵包 吃個麵包 這邊又是一個 嗯 沒什麼大不了的東西 然後 哇 這個抓著地圖跑真的是太危險了 一個不小心可能就會摔下那個 摔下那個 峽谷 好吧 西邊這邊 我總感覺這附近好像地形都差不多耶 這怎麼回事啊 這怎麼回事啊 好吧 哇 哇 沙漠 不知道沙漠會不會有遺跡呢 或是村莊 村莊或遺跡都會在沙漠中出現 但是我覺得兩個都沒有碰到 好亮啊 這個材質包再配上這個光影 這個畫面太亮了 好亮啊 又往高一點的地方看一下 這地圖好像都還沒有載入的樣子 嗯 前面又開始出現森林啊 這個地圖真的是 這個地圖真的是 好吧 森林又出現了 其實也不是都沒探索過的樣子 欸 蜘蛛 在哪裡 他好像 聽到他死亡的聲音了 蜘蛛死亡的聲音 好吧 又快要走到這個地圖的邊界了 哇 哇 摔到了 快要走到地圖的邊界了 這下面 哇 我怎麼一直在摔 太不小心了 欸 這怎麼是綿羊卡在這下面呢 欸 你還好嗎 喔 他出來了 他聽到我的呼喚 我看了 來吧 喔對了 我這邊我把那個走路晃動也關閉了 我之前在錄的時候走路晃動都是開著的 他現在關閉了 我不曉得 大家看起來覺得怎麼樣啊 會不會比較覺得 舒服一點這樣 這邊 OK 好 要走到地圖的邊界了 還有小豬豬 欸 哇 喔喔喔喔 送他上路 好 喔喔喔喔 然後 看來這張地圖也快要走完啊 哇 哇 哇 我等一下要往這邊去欸 要翻山越林啊 好吧 這個 嗯 嗯 這是 哇 哇 哇 居然就在這個地方有這麼一個神奇的礦坑在這裡出現 翻山越林過去吧 這個我看天色野雪也快要黑了 沒關係我們隨身有攜帶著床嘛 就不用怕了 吃個麵包 吃飽了好上路啊 哇 哇 被擋住了 這張地圖真的會擋住我們的視線啊 太恐怖了 哇 這是怎麼回事 陷阱嗎 填起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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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障礙 這些樹怎麼都這麼矮啊 哇 矮樹林 哇 這樣走起來感覺特別的壓抑啊 恐怖 快到晚上啊 還是先把床拿在手上準備好吧 應該可以睡了吧 應該可以睡了吧 果然 可以睡醒了 繼續出發 嗚 嗚 這真的要出海啊這個 出海遠航啊 這一座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還懸空的 那個又是懸空的嗎 還是說只是還沒加載出來而已 看來是還沒有讀取出來 很多的豬 哇 好壯觀啊 上面好多動物啊 怎麼都在上面呢 不願意下來 他在 都在那個懸崖峭壁上面生活的 他說我記得我曾經看過一種羚羊 他也就是在這種 懸崖峭壁上面生活的 他那個攀爬的功力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好像是羚羊吧還是什麼我忘記了 哇 話說好像 沒有帶火把在身上 這樣就有點 居然出門前忘了帶火把 不過也沒有關係 我們主要是要探索地圖 不是要搜索礦坑啊 哇 哇 好像已經有點偏離 偏離那個邊邊了 可是這邊都是海啊 然後這邊就是一座莫名其妙的高山 哇哇哇哇哇 我們掉到水裡了 還好不是掉到那個 不是掉到什麼峽谷啊 天啊 這怎麼回事 怒 哇哇哇喔 喔 鐵 這下面又是好多的鐵礦 這個 這邊有鐵礦強迫症犯了 就是很想給他挖一下 挖一下鐵礦好了 好 不探索了 看了一下還是決定不要探索了 繼續探索這張地圖 哇 這樣叫我怎麼繼續探索 都是海啊 好大片的水域啊 而且感覺隨時會有天然峽谷的出現 然後害我掉下去 好多陷阱啊 OK 哇 還有雞在這邊游泳 天啊 這是什麼 這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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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地形啊 結果我想上去也上不去 哇 OMG 結果我西北邊這邊根本探索不了啊 要搭船啊 我必須要乘船才能夠去 去探索啊 不過現在還沒有要搭船的意思啊 哇 賽 好吧 這個西北邊的探索之旅看來已經 要宣告 目前要先宣告失敗了 我是那木頭什麼的 唉 暫時還不要先坐船了吧 然後 哇 這一望無際的大海啊 歐買尬 歐買尬 好吧 我們就趕快先回岸上 然後 就把這中間 從這個點到家裡中間這一片 還沒有探索的地方 都給他探索一下吧 哇 哇 下面有鐵礦 不會在水中挖太累人了 我要沿著這個邊邊走嗎 對我好像沒什麼好處啊 這如果是為了把地圖探索出來 也是可以啊 哇 有南瓜 怎麼在這裡等著我呢 這代表什麼意思 哇 這是怎麼回事 哇 這個形狀讓我想到了原型 原型競技場啊 哇塞 欸這個地形看起來很像是那種 就是專門用來捕魚的那種那種地形 就魚會從外面的大海游進來之後 但是這邊的開口只要稍微做個設計 就會讓魚很難再游回大海去了 那種設計方式 這個地方只要往內稍微再做一個勾的一點的形狀 這邊也是 一個往內勾的形狀 這樣就可以 讓 讓魚游進來之後然後游不出去 哇 哇 前面那邊又是一個森林啊 不過 哇 哇 這邊探索一下好了 這邊都是塞啊 隨便走就隨便 隨便肚子就餓了 還好南瓜派補充的保持度都很高 哇 什麼地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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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懸空的啊 這懸空的 這是漂浮島嶼嗎 哇 這邊有水 這邊有一個漂浮島嶼啊 天啊 天啊 天空之城怎麼在這裡出現啊 雖然它一點也不像城 哇 もう coincidence 但你是看粉感 這個 devastation 哇 哇 уч 哈欠 從這邊灑進來的感覺真的好漂亮 正點 這邊也快要走出來了 西北角探索之旅失敗 因為被一片大海給阻隔了 這裡是什麼地方 殭屍想過來 好深啊 好深好大一片 哇在這裡啊 先不探索了 OK出來了 出來之後這邊眼前就是這一大片的森林 那繼續往這邊走吧 這邊的地形看起來應該都大同小異了 哇天色又好像又要黑了 哇 這天色總是感覺黑得很快啊 哇 這天色總是感覺黑得很快啊 放床睡覺 欸還沒到晚上 露掉 再稍微走一段 話說這裡 這算是沼澤嗎 在沼澤上睡覺 OK OK 走吧 翻過這裡吧 哇 這又是什麼 哇又一個 漂浮島嶼啊 我的天啊 這漂浮島嶼 天啊 這裡面這一片 好吧 沒什麼特別的 欺騙我 雖然無法到達這個地圖的最西北角 不過 也還好啦 欸 殭屍的聲音 不管它 快走快走 呃 呦呼 哇 天啊 又是一片雪地 白茫茫的一片 雖然現在是夏天啊 天氣很熱 不過看到這片雪地 我好像也 也無法高興起來 呃 繼續走吧 就往這邊去 然後 再往前走 就會是海了 所以沒必要再走了 往這邊走吧 喔 結果這邊又還有路可以繼續走啊 喔 不過海又出現了 是 是的 沒關係 能探索多少 就探索多少吧 居然 這個雞可以在這麼寒冷的地方生存啊 豬也是 太厲害了 像我都生活在 完全不會下雪的地方啊 而且我也從來沒看過雪是什麼樣子的 沒親眼見過 哇 這這這這裡怎麼 這是沙漠嗎 這裡怎麼會突然出現一個 這麼平坦的沙漠啊 這也 這個 這 這 這什麼樣 的地形啊 哇塞 然後這邊又一灘水 這一灘這個沙漠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天啊 哈哈 結果這個沙漠這麼的平坦 看過去很明顯的就可以看得出來 根本沒有什麼遺跡或者是村莊了 我的天啊 哇 結果過來這邊 結果居然還是有辦法讓我探索到這個西北角 這座 這座是 孤立的小島嗎 過去看看吧 怎麼像一個龜殼一樣 這裡面是 礦坑 不過馬上又可以出去了 需要有一個孤立的小島在這裡 還不確定是不是孤立的 往上爬吧 往上爬吧 哇這個 這就是 什麼樣的 一片湖泊啊 嗯 嗯 嗯 哎呀 不過又走出來 哇 這邊是一大片的草原啊 話說這個 1.6版 我有試玩過了 試玩過了一下之後 發現這個馬 它都是在這種 大草原上面會出現的 不過這個如果我更新到1.6版 那我這個極限也是不會有馬的出現的 欸 必須要在1.6版本下面開的地圖才有辦法 出現那個馬 好吧 沒想到我還是真的有辦法探索到這個西北角 可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往上面看一下 跳到上面來看一下 好大一片草原啊 這個就是 專門要給馬出現的地方 喂 蜘蛛的聲音 在下面吧 下面可能有個礦坑什麼的 這裡是 哇 哇 一個不小心 我又讓自己掉下來了 我怎麼 然後 啊 怎麼上去啊 挖土上去 應該會有水突然掉下來 欸 沒有 喔耶 居然就這樣讓我上來了 好吧 就把 旁邊這邊都給它探索出來 沙漠的部分超級平坦 什麼東西也沒有 空空如也 好 還好不是什麼大峽谷 反正我也沒有掉進去 天啊 好平坦的一片大沙漠啊 哇,哇,天然岩漿池 這怎麼回事 喔,真的都沒有沙漠,裡面都沒有村莊 然後我就看見叢林了 這是什麼狀況 這個 那這個沙漠到底是到哪裡啊 不然我先冒險走出地圖一下好了 好,走出地圖了 好吧,什麼都沒有 我決定往回走了 OK 要進入森林嗎 還是我在外圍繞就好了 村莊,你到底在哪裡 遺跡,你到底又在哪裡 喔,天啊 哇,又沒有了,沙漠又沒有了 總覺得我這個生存的地形 嗯 好吧,走進這個 哇,都是矮樹啊,矮樹林裡面 在矮樹林裡面走的壓迫感覺得特別大 嗯,好多雞啊 可惜,現在我都不需要雞了 可惜,現在我都不需要雞了 真的,這裡超多雞了 好像還有豬 對,有豬 嗯 嗯 這張地圖啊 好粗的叢林木啊 哇,差一點 差一點我就要掉下去了 這裡居然有個天然峽谷 這麼大一個 目前看起來好像還是沒有看到 誒誒誒 什麼話是繞過去 沒有看到廢棄礦坑呢 對,好像沒有廢棄礦坑 先不下去了 把地圖走出來啊 然後現在天色好像又要黑了 怎麼會這樣 結果這一集看起來應該是非常無聊的一集 因為 就一直在跑圖而已 然後 跟怪物搏鬥的畫面 我也全部都 睡覺睡過去了 不然我就 晚上我不睡覺了 讓我跟怪物搏鬥吧 好 這個還要在夜晚趕入啊 前面好像會出現一大片的水域啊 前面好像會出現一大片的水域啊 這又要怎麼辦 哇,真的來了 欸欸欸 而且我肚子也很餓了 快吃 蜘蛛 剛剛就看到你了 想躲起來 哪那麼容易 哇 哇,好大一片 真的 真的不是那麼容易探索的啊 哇 史萊姆 會來找我麻煩嗎 我直接跑過去了吧 哇 太多怪物了 福利怕 福利怕 他總是可以從很遠地方 看到我 我快跑過去好了 這裡又是一個 我剛剛怎麼lag了一下 lag了一下 差點讓我走錯方向 前面那一片會不會又是沙漠啊 怎麼會在這種地方又出現沙漠的啊 這怎麼回事 這個沙漠會不會也太多了一點 前面那個是附魔攻小白 天啊 在水中可不好跟他對決啊 前面還有兩隻苦力怕 在水中跟苦力怕對決是還好啦 就不要跟小白對決就好 那就先從這邊登陸吧 嘿苦力怕過來 過來吧苦力怕 讓我們在水中一決勝負吧 喔 那邊還有 裝甲的 哇沒有到水裡 哇 天啊都是小白啊 為什麼都是小白 因為沙漠很白 所以都出現小白 所以都出現小白 那這蜘蛛要怎麼解釋 現在的怪物真的 裝備都已經快要比我們好了吧 我看 哇 天啊 又是一個非常平的沙漠 抓著地圖跑 哇哇 哇哇哎呀 欸他們在內訌啊 好吧只好先拿 仙人掌來擋一下 哇 哇哇 他上次鐵裝嗎 哇 天啊 好吧晚上跟怪物搏鬥 終究還是太刺激了一點 抓著地圖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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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這下面的 這下面 有點怪怪的 稍微挖一下吧 咦 然後就壞掉了 欸我變成蜂窩了 不是蜂窩 好刺蜂 哇這下面有刷怪龍啊 哇 不要嚇我不要嚇我 不准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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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快點出去快點出去 他出不來嗎 欸真的耶 偷襲 喔耶 先回一下血 然後再前進 嗎 欸 這怎麼回事 雙甲這麼好 犯規了嗎 他怎麼會突然之間就 那樣子冒出來的 她怎麼會突然之間就那樣子冒出來的 咦? 這能不能用這個 杯 好了 OK 所以那個刷怪龍是在我的正下方嗎? 我為什麼要來找刷怪龍呢? 會有寶箱 我看到刷怪龍啊 就在這裡啊 哇賽這怎麼回事 哇 差了差了 我的鐵劍可能會先壞掉 這個動作要快 趕快封一下 能封就趕快封了 還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刷怪龍 這樣應該是不會再刷了吧 這樣應該是不會再刷了吧 可是 這樣旁邊不就沒有箱子了嗎? OK 封起來 再把旁邊的砂都清一下吧 哇 這怎麼回事 難道要往下挖嗎? 不對啊 不對啊 這旁邊都沒有什麼 都沒有箱子之類的東西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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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太詭異了 往下挖會是什麼 我好像聽見小白的聲音啊 好 好吧 我不繼續深入啦 趕快去探索地圖吧 哇塞 哇塞 村莊你在哪裡 遺跡你在哪裡 哇小白 欸 欸 他們開始燃燒了 這個怎麼還沒有燃燒呢 剛好躲在陰影下面 這邊 好吧 白天了 沒什麼好怕的人 哇這棵樹好雄偽啊 吃南瓜派 嗯 還是一樣啊 村莊 遺跡 什麼的都沒有 好吧 這集大家就看著我在這裡 非常漫無目的地在這邊走來走去 然後一直盯著這張地圖 一定會覺得非常的悶吧 這裡面又是怎麼回事 這裡面是怎麼回事 插火吧 好吧 走掉 走人 哇 哇 好吧我想這一片不能稱為沙漠 應該都稱為沙灘了吧 這根本就是海邊了嘛 哇這個 圓拱 圓拱形狀的東西 太奇妙了 繼續走 哇 哇 這怎麼回事 好吧 把地圖 把沙漠走一走吧 哇 哇 哇 聽到 殭屍的聲音 好像在這裡面 而且好像還有不少隻 嗯 好吧 只要往這裡走啊 欸 這裡是 好像是一個水井耶 對這是一口水井 可是水井就是水井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吧 結果有水井的附近居然會沒有 沒有村莊 那這水井到底是誰製造的 好不好變成 七大不可思議之一了 哇 好亮好亮 天啊 看不太清楚了 這怎麼回事 這怎麼回事 哇 我的天啊 你別跟我說村莊會在這裡面 進去看看 好 當然是沒有啊 好吧 可以 看來這一次的探索 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啊 噢 不 這麼大一片沙漠卻什麼都沒有 沒有 哎呀 不行了不行了 不需要先趕快繞回去了 欸我剛剛是不是撞到 撞到仙人掌 好 沒什麼特別的 彎回家 其實只要一直朝這個方向 怎麼回到家 我這旁邊這邊還有 還有沒探索過的 好多綿羊啊 好多綿羊啊 好吧把這邊都走完吧 這個一個強迫症啊 就剩下這麼小一塊地方沒有走完 就是覺得心裡有點怪怪的 欸這是什麼 沒有什麼特別的 哎呀 好大一片啊 好大一片啊 結果都是水 這邊都是水 好吧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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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一片啊 嗯 嗯 實在太可惜了 走了這麼大一片 居然 什麼村莊啊 遺跡什麼都沒有 這不禁讓我開始懷疑 是不是我這一整張 地圖的範圍裡面 是什麼都沒有的呢 唉 那就悲劇了啊 應該是翻過這裡 就可以看到家了吧 喔對 看到那一根的東西了 哇 摔到了沒有掉到水裡 然後話說 喔 這一隻綿羊怎麼 他怎麼一直站在那邊 他是不是卡住啊 過去拯救他一下好了 然後他又一直不肯 一直不肯吃草 然後不肯把毛掌回來 來我來拯救你啊 應該是卡住了吧 把附近填起來 OK 他可以走動了 好 大概沒多久他就會吃草了吧 再不吃就太詭異了 好 然後還有很多人說 我這隻狗已經快要掉下來了 我把它推回去 推進去 好吧 那這一集啊 實在是 沒做什麼事情 就是做了整張地圖的 西北邊的探索 但是 結果是 零收穫 對零收穫 真的覺得是 非常無奈的一件事情啊 大家看了可能都要打瞌睡了吧 好吧 那實在沒辦法 我們今天的實況 時間也就只能夠先到這裡啦 所以 我只能跟各位說聲 感謝大家耐心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一次的 極限生存實況再見啦 各位 掰掰